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温克行到底对周子舒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会让如此高冷 打下七窍三休丁的周子舒 产生了好好活下去的想法 甚至愿意和他同生共死呢 其实啊 真有不少人批判温克行的渣男行为 为什么呀 他明明那么依赖保护和顺从周子舒 他愿意牺牲自己救周子舒 愿意慷慨赴死为他重新设局入局 是的 他确实这么做了没错 可是他却从头到尾一直隐瞒周子舒 自己是鬼谷国主的事实 直到必无可避 这才承认 他瞒着周子舒准备自己去抵挡叶白衣 趁少斗破出门 准备战死计埋 他还瞒着周子舒去实行假死局 他让叶前辈神圣甚至成岭配合他 把武库药质托付给阿絮 自己去赴死 最重要的是他欺骗阿絮他们两个都能活 可却甘愿当六合神功的卢顶 最后自己全身经脉尽断 一颗白头 眼睛一闭 前两次阿絮都笑着原谅了 他能理解老温的隐瞒 毕竟他和老温一起承担了 可温克星假死的时候 阿絮却是当真的 他还拔掉了七窍三丘钉 准备在马上要带零的武林大会上替老温报仇 一点也不管不顾自己的性命 这一幕是在演唱会上张哲瀚自己写 印象最深刻的场景 因为他以为他们的结局是毕业 而龚俊在盼文后呢 独自静坐在雪地里 久久不能出戏 他们都入戏了 都为之神伤 行走的花孔却不断开屏 眼神撩人 温克星的出场实在惊艳 这眼神啊 也是没谁了 这构图极美 让人一秒入坑 他一见面 因为认出了周子舒的流云肿工部和矿石蝴蝶骨 就像狗皮膏药一样死命的黏上周子舒 化身丁书鸡 那是勾勾的眼神啊 让人看了眼 红心跳的 温克星在最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黏人 对周子舒啊 没事就是言语挑逗 又是自顾自的啊 叫他阿絮 又是调侃他啊 是 腰硬腿长嘴硬心软的人 又称呼他是美人 还跟成林说猎女怕蝉狼 还说些你要是不在 我千山木雪孤影指引向谁去啊 这类的让人一听就脸红心跳的话 除此之外 他还动不动就想对阿絮动手动脚 要不就是想动手感受一下那脸 要不就是无辜凑过去 然后为了辨别身份非要和他打一下 温克星为了赖上他硬是问阿絮借荷包 吃什么用什么全靠人家付钱 顺便说 不然把自己压给他不亏 总结起来 温克星前面就是靠颜值和馋人的嘴皮子功夫 成功的与周子舒如影随形 他总是笑盈盈的饮食作对 不断的哄着阿絮 什么肉麻说什么像极了熊孔雀在求偶的时候 不断开屏散发荷尔蒙气息 而龚俊恰如其分的把那种眼神拉丝的感觉表现出来了 让人完全不忍直视 生怕被他勾了魂 好多人都说温克星啊 其实是超级变脸王 前一秒对古为古里的十大恶鬼时 对付凶神恶煞的样子 看到敌人时 手起上落一脸凶狠的模样 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 可下一秒看到周子舒 立马就是一脸宠溺满心欢喜 因为只有和劳病鬼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上去像个人 不得不说和阿絮在一起的老温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烟火劲 没了江湖恩怨 没了随时随地的杀戮和勾心斗角 只有平平常常的一家人 开开心心过日子 而最重要的就是温克星在阿絮面前根本没有脾气 温克星的美是吸引阿絮的最初因素 强日保护阿絮的最有力武器 而惨则是让人心生怜爱 激发母性和保护欲的最重要原因 试问一个平时温温活活 每次都能够在关键时刻 救你于水火之中的人 其实背后的身世如此悲惨 当他内心的伤口被剖开来给你看时 你是不是迅速从被保护者化身保护他的人 温克星这样的花蝴蝶 一旦谁被他看上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性 简直百发百中 而关键的是他又十分专情 还很疼人 从人也惹人疼 温克星就是这样一个让人爱得老发疯的男人 真可怕